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Gornay guys How are you guys doing? Welcome to another daily vlog My name is Kroos Hale And my name is Mia Not of Kroos 然后今天是星期六 然后今天周六 还是周六的流程 送Mia去上班 然后说完呢去上班呢 我要去Nzo家去吃烧烤 因为他家不是去他家吃烧烤了 是那个另外一个朋友 大家应该挺久没有见到的朋友 就是Johnny和Niko夫妇 因为我第一次录那个vlog的第一集 就去他们家录的嘛 去他们家吃的烧烤 然后这是第二百 今天应该是200多集 然后依然要去他们家吃烧烤 只不过设备不同 第一次去他们家吃烧烤 录吃烧烤的时候 是用那个手机录的呢 然后再一次用我的单反相机 然后今天我想做个神奇的测试 就是用我的大疆Mavic Pro 录我今天的vlog 然后现在因为Mia快迟到了 所以我们先要马不停蹄的 赶快开车送他去上班 送他去上班之后 我们再切换成Mavic模式 因为Mavic它没有那个录音的设备 它的优点就是它有4K的录制的画质 然后它有那个Gamble 就是它有稳定器 然后让画质会特别的流畅 特别的Smooth 但是呢缺点就是收音 它收不了 所以只能拿应该拿手机吧 拿手机录音 然后拿那个大疆拍摄 然后拍摄完之后 再把声音合成到视频中 然后做成今天的Vlog 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大吼了啊 拜拜 爱你 拜拜 爱你 已经送完Mia了 然后现在就有时间 从我的相机转换成Mavic Pro 取下保护罩 然后取掉这个 因为我现在有三块电池嘛 其实我感觉对于我来说 一块电池来说就足够用了 其实你真正航拍过你就知道 因为它一块电池能放二十分钟左右嘛 其实放二十分钟左右 已经足够足够用了 所以这回就可以非常非常放心的 因为我有三块电池 就可以放心的用它录 哎呦 我的手机 我们现在开机 哎 有个问题 我要拿手机连Mavic进行录像的话 我用什么进行 录音嘞 为了录像方便就把它给折上吧 因为我不想让它起飞嘛 大家看 现在Mavic已经在录像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从我的相机切换到我的Mavic 应该还蛮清晰的吧 主要是它好像不是广角镜头 所以会看着没有那么的适合Vlog 就是不太那么适合自己拍自己 但是如果手够长的话 应该还OK 然后现在我们送完MIA了嘛 送完MIA之后 我们现在要去Enzo家 然后现在我发现一个 用Mavic Pro录像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就是就是这个Mavic的这个部位 会很烫 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 下面有那种像雷达那种 滴滴滴滴响的响的声音 滴滴滴响的声音 不管那么多了 反正今天我就要用Mavic记录下面所有发生的事情 今天要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看看这个Mavic 到底有没有录Vlog的可能性 就是用这个Mavic 到底有没有录这个Vlog的可能性 然后Let's go 这个Mavic Pro现在到目前为止 工作还算正常 但是大家能听一下风扇声 自己散热的风扇声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正在拿那个Mavic录像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Mavic虽然没有起飞 但是它竟然能记录我的速度 然后记录我距离开始 就是开始录像的距离 感觉这还是蛮逗的 我现在的速度已经到达11 11多米左右 每秒 感觉还是蛮酷的 高度00 然后距离有900米了 哈哈哈 等众羽然没有起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拿无人机做Blog 帅哥 今天要拿无人机做Blog 为什么你笑而不语 我很好奇他自己录自己有什么 帅了 这个帅了 感觉还蛮帅的 跟照镜子里的似的 会有一堆的镜像出来 其实无人机举着路下也是不轻的 我感觉没比我单反轻多少 而且最主要的无人机这个镜头 它不会自动跟踪人脸 所以它一会就偏 所以对于Vlog来说实在是不太适合 你看又偏了又偏了又偏了 今天我拿无人机试了这么一会的Vlog 我感觉实在是不太行 因为它虽然的1080P的质量 露Slow motion能达到96震每秒 但是一个是图传不是很稳定 拿WiFi跟手机连图传不是很稳定 然后再加上就是发热也会很严重 它一直风扇一直在转 然后再加上举着这个无人机录的话 也挺二的 大家可以能显像到那个场景 然后我感觉最致命的缺点就是 它不能录音嘛 它就只能拿手机 你要外置一个麦克风 或者是手机采集音 然后在剪辑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音和这个你录的 像完美的接触到一起 对于剪辑来说也是一个噩梦 所以今天我的无人机Vlog体验 就到此结束了 我不想再 我不想再拿它做Vlog了 虽然它可能会Stormotion 就是慢动作拍的很炫很很棒 但是我还是宁愿拿我的大相机 和小相机两个相机 我感觉足以应付所有的Vlog的拍摄 这个无人机最大的优点就是 它会有那个GAMBLE GAMBLE就是那个稳定器嘛 它那个云台是自带稳定效果的 所以拍怎么说 走动的时候拿这个无人机拍还是蛮棒的 它就不会有任何的抖动的效果 它剪震做的是非常棒的 但是它有那么多的缺点 所以我在这个一个简震的一个让图像非常稳定的这个优点 不足以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个人来说 不足以战胜它的所有的缺点 所以我还是决定放弃今天的拿无人机进行一天的Vlog拍摄的条件 然后下面我们就要切换到正常的相机模式 3 2 1 噔噔 哇终于回到相机模式 不用再担心这个无人机一嗡嗡嗡嗡嗡 吵得起来随时要爆掉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无人机拍的话也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感觉挺二的 所以说还是那么多有缺点的话 还是今天提早的结束这个无人机拍Vlog的时间